嗨大家好 這支影片是關於圖像採樣的補充 那在先前的操作呢 我們利用這個Remap Numbers這邊後面的數據 來做為我們畫圓的依據 也就是說呢 我們在這個Remap Numbers這邊取得的這些數字 它是有大有小的 而且它是大有小數點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圓它都是 不同的大小 那假設我想要用特地尺寸的方法來畫圓的話 要怎麼做呢 這支影片會用簡單的方法 跟進進一點的方法來跟大家做介紹 那我們就開始吧 假設我想要用大中小三種尺寸的圓呢 來完成這個數字的圖 我們可以在Bounce這邊 那現在已知呢 這個Image Sample出來的數值呢 就是在0到1的範圍裡面 那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數值呢 分成三等分 因為我想要做成三種尺寸大小的圓 那我們可以在Math標籤底下這邊 我們選擇這個Divide Domain 好我們直接把這個Domain 接進來 然後在Count這邊呢 它預設是10 也就是說它預設是分成10等分 那我想要讓它分成3等分 所以我在這邊接一個3 那在後面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我這個前面0到1的範圍 已經被切成3等分了 已經變成是0到0.33 跟0.33到0.66 還有0.66到1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利用這個Image Sample 後面的這些數值 有大有小的 我們讓這些數值找到歸屬 也就是說 我們來讓它判斷 我現在的這個數值 第一筆資料的0.17 它是在哪一個數字範圍裡面 它是在這一筆 0到0.33這裡面嗎 那這個呢 0.29的也一樣是在0.33這裡面 但是這一筆 像是第七筆資料 0.39 它是不是就應該在 0.33到0.66 這個數字範圍裡面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 一樣在Math標籤底下 這邊有一個Find Domain 我們來找尋它對應的範圍 我們把這個Domain送進來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想要 以這三個範圍來做 數字的歸屬的判斷 然後我們把前面這邊 這個ImageSample的數值送進來 那在後面這個Index這邊呢 它就會直接顯示說 它所對應的範圍是在哪裡 那它這邊顯示的這個0跟1 代表的就是 我剛剛前面 好 稍微有點亂 我剛剛前面這邊啊 J比 第0比資料 0.1785 它所對應的 在0 也就是說我J比資料 它是在這個0.0到33的這個範圍裡面 那像是第7比資料 它在1的範圍 第7比資料 0.3948 它是不是就是在這個1的範圍 也就是0.33到0.66這個範圍裡面 那像是12 第12比它在2 第12比 這樣 第12比 0.9574 它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index出來的數值呢 來將我們前面這邊的點位做分類 在前面這邊 這裡有很多個點 我們回憶一下 這些點呢 它透過了image sample 它就代表了一個數值 也就是說呢 我在第0位置的這個點 它所對應的數值就是0.1785這個數字 那現在呢 我可以直接 我把它拉大一點 現在呢 我可以直接利用這個find domain的這個index 來將我們前面的這些點位 來做分類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前面有教過的sift pattern 在這裡 好 我把它拉過來了 我們直接將這個index 來做為我們的pattern 然後呢 把這個點位 送到list裡面 那因為呢 我們剛剛在這邊已經把狗妹分成了三等份了 所以理因來說 在這個index這邊 它應該就會有0 1 2 3種不同的數值 但是呢 我們現在這個output這邊只有0跟1 所以呢 我們把它稍微放大 給它加 讓它後面這邊輸出段的數量呢 跟我們前面這邊給它的012 三種pattern的數量是吻合的 好 我們可以在後面接一個點位來看一下 在這個sift pattern呢 它就幫我們把點類做分類了 也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在0這邊代表了就是0到0.33範圍的點 送進來 所以就是這些 這些就是0到0.33範圍的點 然後這些呢 就是0 然後這些呢 就是0.33到0.66範圍的點 這些呢 就是0.66到1範圍的點 那這時候呢 它已經直接幫我們把點位做分類了嘛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這後面 直接來畫圓 我先把前面這邊的circle先關掉 我們在後面這邊呢 直接給它circle 然後我現在想要分別給大中小三種尺寸嘛 我這邊就給它0.6好了 0.6 好 然後複製下來 複製下來 我這邊給0.4 這個給0.1 然後分別把這幾筆資料 1的範圍的 也就是0.33到0.66範圍的送進來 然後0.66到1範圍的送進來 把這邊隱藏 好 那這樣子呢 就是由指定大小的 圓孔的尺寸來構成 那現在呢 是因為我們只有三種尺寸 所以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做 那假設呢你想要用10種20種更多種尺寸來做的話呢 那是不是就表示你得在後面這邊一直無限的加下去 那這樣的話就好像有點 不是很有效率 這時候呢我們就可以用另外一種比較進階一點的方法來做 那我就先把這邊的circle先隱藏起來 我們前面這邊的這個find domain跟divide domain 我們先可以把它往上複製 好 那假設呢 我想要將圓指定成八種大小好了 那在這邊呢 我直接用series來做 好 起始值呢 我給0.1 然後遞增的數量也是0.1 那剛剛說想要有八個 所以這邊count給八 那在後面這邊就會獲得0.1到0.8 總共八個數字 那因為我想要八個數字嘛 那在這邊剛剛分成三等份的 我們就把它改成八 那在這個number 也就是這個image sampler出來的數值呢 我們在這個做法需要先整理一下 我們利用sorelist 就是這個把數值由小到大排列的 這顆電池 我們先將這個image sampler的數值呢 送進來 然後我們要利用這些數值呢 重新把它由小到大排列 那所對應的物件呢 就是前面的這些點位 也就是說呢 我數值越小的這個點位 它會在整筆list裡面 它的排列會是比較前面的 數值比較大的點位呢 它在整筆list的排列 它會被排到比較後面 好 那我們再將這個sore完的數值呢 送到find domain的這個number裡面 那在後面這邊的這個index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把它拉抬一點 一樣這個keys 然後還有分開的這個domain 好 所以呢 我在這個第0筆資料 它的數值是0 所以它就是對應在這個0到0.125的範圍 然後它是在編號0的這一筆資料裡面 所以我編號0的這個數值0呢 它所對應到的就是在編號0的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這邊是0 好 我稍微往下拉一點 好 那假設來看2561這一筆資料 好 2561 這裡 它是0.77 所以它所對應的範圍呢 是在第六個 也就是這個 0.75到0.875 這個數值範圍裡面 所以它所對應的 2561它所對應的項目是6 所以2561在6 好 那這邊我先把這兩筆刪除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index 來作為我們後續分組的依據 也就是說呢 我想要把所有等於0的 資料分成一組 所有等於1的分成一組 6的分成一組 那要怎麼做 因為現在0的數量 它可能跟1的數量不會是一樣的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到set標籤 底下這邊選擇這個create set 再做集合的 我們先將這筆index送進來 來找出我現在這筆資料裡面 總共有幾種不同類型的type 也就是說呢 我前面這一筆資料 0000111 它其實呢 就是由01234567 這幾筆不同類型的資料所構成的 我們用文字來舉例好了 我把它複製下來 我把它複製下來 假設呢 我前面這邊用 A B C A A B C C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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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按右鍵選擇 我把這筆資料送進來 那它在後面這邊呢 就會顯示 不管你前面這邊 A有幾個 B有幾個 它在這邊就會顯示說 你前面這筆資料 它裡面最多就是有 哪幾種不同的類型 我這邊其實就是只有 由A B C D 這幾種字母去做排列而成的 前面這邊 那在map這邊表示它所對應的項目順序 也就是說呢 A它是項目0 B是項目1 A是項目0 所以這兩個 它其實應該都要是0 B是項目1 所以這邊會是1 C呢是項目2 所以3跟4 它所對應的數值呢 就會是2 這樣 好 這個的話呢 是Create Set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得出 我們前面這邊的這個 Index 它其實就是只有0到7的幾種 再把它拉出來 好 那接著呢 我現在想要找出 0在這筆資料裡面有幾個 1在這筆資料裡面有幾個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一樣set標籤 底下這邊有一個Member index 在set這邊就是我們所要整理的資料 也就是這一筆 有很多個0的 有很多個1的 這個我們把它送進來 然後我們要在這一筆資料裡面呢 找尋的成員有哪些 就是這幾個 就是這幾個 我們要分別找出0 跟1 2 3 這幾個 所以我們把這個set 送進Member裡面 那在後面這邊的這個count 它就會分別告訴你說 0 這個0 它在前面這一筆 資料裡面 它有幾個 它總共有478個 然後1呢 在這筆資料裡面 它總共有362個 然後2 有173個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利用 這筆資料 來做為我們分組的依據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直接用 partition list 好 我們把它送進來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把它 用過這個throw list 它現在已經是 由小到大做排列了 所以呢 我現在只要直接把這個 對應數值的數量 我直接讓它做partition 它就可以將我們前面這邊 已經sort完的點位 依據它所對應的數值領域 來做一個分類 那這邊呢 我就直接將這個sort完的點位 送進來這個list裡面 那在後面這邊呢 它就已經分成了7組 我們可以用tree branch看一下 我們把它接進來 然後在pass這邊 因為我們總共是8個數字嘛 所以是0到7 在這邊我們記得按右鍵 選擇simplify 因為這邊出來的資料夾名稱 是000跟001 可是我這邊給它的名稱呢 是只有0 所以我在這邊給它 弄simplify 讓它的資料夾名稱 變得比較簡化一點 那現在看到在編號0資料夾底下的呢 總共有478個 也就是呢 我們在前面 這一個 0到0.125 數值的呢 在這邊 然後有478個 1範圍的 有362個 也就是0.125到0.25的 這個時候呢 我們直接在後面這邊 接一個circle 我們直接 利用這個 已經分組完的點 來做 畫圓 然後在radius這邊呢 我們直接把 已經指定好的 八種 不同的半徑 把它送進來 那要注意一下 它這邊 已經是tree的結構了 也就是說呢 我們想要 在編號0的資料夾 它所對應的是 0.1的數值 在編號1的資料夾 它所對應的是 0.2的數值 那在這邊 我們需要 將它前面這邊 給它做graft 讓它變成是 0.1在0的資料夾 0.2在1的資料夾 這樣 好 我這時候直接把它送到 radius裡面 我把前面的東西先做隱藏 好 這樣 這個也隱藏 好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了 那因為呢 我們前面 它這個image sample 它的計算方法是 亮的地方 白的地方呢 它的數值是 比較大的 黑的地方呢 它的數值是 比較小的 所以在這邊 我一開始給的 series 它是由小到大排列的 所以反而就會變成是說 我黑的地方 它的圓是比較小 那如果我想要 讓它比較大的話呢 可以在一開始的這個start 這邊把它改成0.8 然後在step這邊把它改成-0.1 那又或者呢 我們直接在後面的這個 產出這邊 我按右鍵 選擇reverse 把它反轉 這樣子 就可以了 那以上呢 介紹了兩種用指定尺寸畫圓的方法 我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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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下